哈喽大家好我是苏卯 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你自己有没有察觉过自己跟金钱的关系是什么 我想要聊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她叫Sally Sally 嗨你好 我看这个频道 她是一个我透过投资股票 然后实现财富自由的一位姐姐 会明白着说 我很爱钱 她曾经跟我说过 她对金钱态度说 你要像是在谈恋爱那样 她也曾经很制作金钱 然后发现这样反而不行 你一直紧紧的黏着钱 钱就会越不想摔你 我Sally同学 她讲要跟钱谈恋爱这件事情 是蛮有趣的观点 至少我自己跟钱现在是 还没有达到那个金钱 像她就说我没有特别的爱钱 当我想要说我爱钱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胸口紧紧的 你自己也可以去试试看 你讲一次我爱钱 你会觉得你的大脑好像跟你的理智 跟你的心口 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我希望我跟金钱谈恋爱 就是我想着钱喜欢钱 钱也喜欢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就会开始想说 对啊为什么不喜欢钱 那他就会问我说 可能是我从小的家庭背景的关系 去导致我对金钱有这样的态度 因为要真的喜欢钱 你才可以像他这样子 去实现财富自由 你要真的喜欢钱 而不是像首财努那样 好像又有点区别 我自己也还在摸索啊 但是我想说可以做一个分享 你们可以问问看你们有喜欢钱吗 你们对钱的感觉是什么 好今天我的分享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拜拜 拜拜